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光源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我们新买了一个玩具 是凯迪猫的 那咱们一起来看看这里头是什么玩具好不好 那咱们打开 这是什么呀 哇,是凯迪猫的玩具 哇,什么都有啊 这是家里用的东西 有床啊,沙发 嗯,这是一个漂亮的 哦,这是一个房子 是凯迪猫的家 啊,一个好漂亮的房子哦 大家看看这个房子漂不漂亮啊 嗯,这还有一个敲带 让我给它沾下去 哇,这个房子能不能打开呀 哇,好像是可以打开门咯 嗯,是从上面打开吗 哦,对啦,是从上面 哇,好先进的一个房子呀 从上面这就可以打开咯 那看看这个门呢 门可不可以打开呀 哇,门怎么从哪打开呢 看看这个下面呢 应该还能打开 嗯,这个下面呢 还可以打开 哇,这是一个二层楼的小房子 这个呢 哇,还有泳池呢 太漂亮了 它的别墅还有泳池 哇,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嗯,真是太美了 这个是扇布用的 这是一个栏杆 来,看看这个房子 是不是太漂亮了 嗯,咱们需要给它装修一下 看看这些东西呢 都是放在哪里的呀 咱们给它装修一下 好不好 这里啊,有沙发 哇,家用电器床 哇,好多东西呀 这个呢,是什么呀 哇,是柜子 这个呢,是梳妆台 看看,一个漂亮的梳妆台 梳妆台呢 一定是跟床放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卧室 上面呢,给它定 给它当成卧室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大客厅 家里的大客厅 是不是都在楼下呀 所以呢,咱们先把一张床摆到 摆到这里吧 这个呢,是床 哇,好漂亮的床 哎,这个是台灯 呀,这些东西都太小了 看看我们这里的东西有这么多 咱们呀,需要把它都装饰一下 安到里面 嗯,看看这是一个床头柜 顶上有一个台灯 那它当然是在床头的旁边 因为呢,咱们随时都可以闭灯 对不对 所以呢,就把它放在床头旁边 然后呢,这是梳妆台 有电脑 这是一个床头柜 咱们呢,给它放到这里 再看看,这有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就是和柜子摆在一起的 它们要摆在一起,对不对 嗯,跟柜子呀,摆在一起 啊,一个漂亮的床头柜和梳妆台 嗯,每天起来的时候 然后啊,它们都可以化妆 是不是啊 洗完脸以后呢,可以化妆 嗯,再来看看 嗯,楼上啊,应该 哦,这块是洗手间 看到了吗?它的地砖 是这个颜色的 看看地砖 这个应该是啊,卫生间 卫生间呢,咱们需要放一个浴盆 泡澡的浴盆 一个非常漂亮的浴盆,对不对 咱们应该给它放在哪里呢? 应该放在卫生间里,对不对 嗯,卫生间里这个位置 有一个浴盆 然后呢,还有马桶 啊,这里还有一个马桶 把桶呢,放在这个位置 嗯,然后呢 卫生间是不是有得有水池子呀 啊,看看这里有水池,这有水龙头 哦,这是洗手的一个洗漱台 啊,水池子 那,咱们给它放到这里 这是水池子 哇,这个卫生间呢 咱们也给布置好了 是不是 那下面呢,咱们来布置客厅吧 客厅在楼下 楼下,哇,这是一个大客厅 这个地板,是不是很漂亮啊 嗯,客厅啊 咱们给放一台电视机 然后呢,还有电视柜 这是呢,电视机和电视柜 看看,这个漂亮的很大的一个电视机和电视柜 咱们给它放到这里 嗯,哇,这有一个大沙发 漂亮的大沙发 咱们呢,给它放到哪里呢 看电视的位置当然是这儿咯 我们把沙发放到这里 看看这个是什么呀 哇,这是一个小茶几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呀 可以看书,然后顶上放了花花草草 咱们放在沙发这里 嗯,再来看看这两个是什么呀 哦,这也是一个小茶几 这个呢,是放电话的一个柜子 那咱们把这个呢,放到这里 嗯,因为呢,这里还有一个沙发 咱们要这个沙发呢,也准备一个茶几在这儿 好,那这个电话呢,咱们就给放到这里吧 我们平时坐在沙发上都可以接电话的 哇,看看我们这个漂亮的小家呢 就给布置完了 大家喜欢这个布置吗 如果呀,你喜欢别样的布置也可以 咱们可以随便布置 想把它放在哪里呢,就放在哪里 看看这个是,有三只凯迪猫 是,看看是爸爸妈妈和小凯迪猫 是一家三口,对不对 咱们把镜头拉近一下,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下 哇,是三只可爱的一家人 一家三口,多幸福呀 看看爸爸妈妈笑得多开心呢 嗯,看看他们多开心 这是一家三口,可爱的一家三口 嗯,爸爸妈妈正在早晨呢,起来呀 在,在哪里呀 嗯,爸爸妈妈是在这里 嗯,阳台上呢,晒晒太阳,看看 然后呢,凯迪猫呢,刚起床 哇,好温馨的家呀 这么漂亮,这么温馨 嗯,平时呢,这里还有一个水池池池塘 他们呀,也可以坐在这儿,躺在这儿休息 爸爸妈妈呢,躺在这个凳子上休息 然后呢,凯迪猫呢,到池塘里游泳 看看他在游泳哦 哦,太好玩了 这个泳池里呢,还有球 哎呀,每天呢,都这么玩 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凯迪猫的家呢 就给大家装饰到这里 大家喜欢这个凯迪猫的家吗? 嗯,是一个非常漂亮 好看的一个家 嗯,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的视频 喜欢我们的就请订阅我们 我们是光眼宝贝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带同 带去不同的惊喜和不同的玩具 好,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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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